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从盒子里拿出来吧 让它展现该有的赤罗罗的姿态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枚老味道降彩八年的元世凯一元银元 满满的历史该有的流通痕迹 肢体整体保留的还很好 也没有磨损的太严重 原相整体也很立体 脸颊高点也还很高 除了衣服上的肩章磨损的很模糊之外 其他的还算整体过得去 底板在接近七点钟方向感觉是有点腐蚀了 还是残留了黑黑的物迹呢 在年跟肇致之间有划伤 然后就是厚脑纳的一些小划伤了 其他的还有一些轻微伤痕 不过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老臂就是喜欢他的老味道 不同的角度 欣赏都会带给你不同的视觉 欣赏 有多少位老大们都喜欢这样子的酱彩薄浆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们喜欢这样子的酱彩薄浆吗 鞭薄浆也还可以的 可以看得出很明显的 有岁月的磨损痕迹 一些小磕碰之类的 不过整体上还是蛮工整的 还是OK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家河那面 诶 10点钟那方向是什么东西呢 白白的 是有东西站在那吗 是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站住了 我还以为是 磕碰的伤痕呢 老降彩 光就是漂亮 从12点钟开始到4点钟方向的 出西池 差不多磨损的都快看不见了 其他的都还OK 还是能看得很清晰的 只有那边磨损的 差不多好像豆腐那么滑了 原汁有一条比较深的挂痕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轻微伤痕的 但也没有到伤痕内垒不能接受 这8年整体上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一枚收藏品 好啦 看完了大头 现在该看小头了 金橘色的小头 而且还带了底板车轮光的小头 这枚小头整体上都没有什么能嫌弃的了 应该是接近未使用的币 UNC的底板 整体都非常漂亮 这小头本身状态就很不错了 金橘色的彩 然后再加上币本身的车轮光 所以这枚跟之前那大头比较起来 又是另外一种视觉享受 大头是那种老味道 让你觉得经过历史的洗礼后 一路走到今天 不容易啊 而这枚小头是 虽然一样有点年纪了 但是还是能跟一些新的纪念银币 争锋刺出 一样有那么妖眼夺目的车轮光 而且也因为有了年纪 而所产生的包姜反而更烧了 是现代纪念币所没有的 编尺非常漂亮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刻碰伤痕 来到字面 踩就没有那么多了 感觉应该是有被清洗过了 因为看到好像有轻微的同方向清洗痕迹 如果是就真的有点可惜了 这枚我觉得还不错的小头 其他的整体不管字体加盒 压力都很深也没有什么磨损 那好吧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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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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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